提到日本不能不说到 当地相当盛行的游戏产业 最近有一款来自日本的 手游旅行青蛙红片两岸 玩法相当的简单 玩家只要准备好行囊 等待小青蛙出门旅行归来 疗愈的画风让许多人一玩就上瘾 脸书也出现各式各样的晒蛙照 还有艺人po出青蛙专属MV 唱出不少人的养蛙心声 让很多网友直呼贴切 八草买便当等着小青蛙回家 这过程让娃娃娃妈好心急 他还没回家 对 他还没回家 会有那种很担心 他在外面出什么事的情况 就是要多回家 他在家的时候就想要赶快出去 然后他不在的时候就想要 他什么时候又回来 沿路随机问一堆人都在封 这款养蛙游戏 由日本手游公司推出的旅行青蛙 靠着清新疗愈风格迅速在台窜红 简单的游戏步骤 从拔三叶草购买粮食放入包包 接着等待青蛙旅行 就能收到娃娃寄回来的各种明信片 甚至还有可爱小动物上门拜访 而使用不同道具也会产生不同效果 如果你选择贝果的话 它离家至少会超过一天以上 所以你就会等得比较久一点点 所以你想要让它再快一点点 你可以选择三明治 然后或者是有点像是菠菜的披萨 那你要给它吃它喜欢的食物 那馒头呢是通杀 但是呢你给它吃了 它喜欢开心了 它就会过一阵子回来以后 可能会送你三叶草 可能超过五十个以上 掌握游戏攻略 适时补给青蛙旅游所需的行囊 也别忘了每三小时收成一次三叶草 等待青蛙回家 意外变成不少人一天当中的小确幸 布着脸书被各种蛙宝宝洗版 就连明星们也陷入这波游戏热潮 很可爱 然后她昨天寄了三张明星片回来给我 现在要出去旅行 妈妈在等你哦小娜 艺人Selina把青蛙取名小娜 爱娃心切全写在脸上 五月天阿信就连忙着巡演 也不忘在脸书上挂念起青蛙 幽默po文写下屋子空着 心也似乎空着 歌手许如云则是po出音乐自制MV 青蛙旅行照配上1996年自创曲 寄信人歌词唱出养娃心声 让网友直呼根本是旅行青蛙游戏主题曲 还有各种Cuso的旅蛙MV也纷纷在网路上流传 就连音乐串流平台也涌现蜂蛙潮 不少专位等待青蛙设计 主人独首空归的歌单 包括周杰伦的说走就走 陈玉逊你的背包等应景歌曲全上榜 全台刮起养娃风潮 不止游戏抢占App Store热搜第一名 手边效益也跟着发酵 记者黄埔桑的陈玉智台北报导